距离北海100公里的汉堡 是德国境内最大的天然港 货物吞吐量名列全球第二十 也是人口仅次于柏林的第二大城 过去100年来 这里最为人熟悉的景象 莫过于水上川流不息的船只 平活码头的大吨位货柜 和截笔零次的仓储设施 然而这些属于汉堡的标志 随着四年前欧洲难民危机爆发 逐渐释出了不同的意涵 一场抢救难民大作战 也让汉堡成为实践人道救援的典范 汉堡先生在汉堡城邦政府难民事务统筹部门中 负责第一线沟通和协调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截至2017年底的统计 德国共接受了140多万难民 为纳量全欧第一 开放边界是德国中央的既定政策 但是如何执行却得由各级政府自行消化 尤其对一个拥有500万人口 土地高密度使用的大度会来说更是棘手 面对又急又猛的难民潮 汉堡市政府几乎适合时间赛跑 先在第一时间赶搭大批帐篷 然后以最大效率过滤所有可用地 部件只需一周公期就可组装完毕的货归屋社区 并且展开逐步安顿 为漂泊的异乡人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港湾 好久不见 你多久在这里 5年 这个难民社区的座落地Haven City 是汉堡市近年来重点开发的新市镇 在平均容纳300人的每一个难民营里 房屋结构一律为三层楼建筑 一楼通常配给家庭 二楼以上供单身者使用 两人一室 每层都配置独立的位于设备和厨房 在专业建筑师看来 这种设计能够让使用者 比在帐篷或是大通铺生活时 享有更多隐私 几乎每个难民营都有超过20个以上的国际 隐私人士居住 俨然民族大杂烩 事实上德国近代史上并不乏接纳难民的经验 张仁像2015年如此庞大的迁徙 却前所未见 我们的问题 我们仍然有 让他们出现这个1.5万元 将来2015-2016年 他们来自一完全不同的国家 他们从南部国 伊朗 阿姆 伊朗 西亚 所以每次我们想建筑 Handam先生提到 难民营如今看来平静无波 然而当初在推动时并不足想象中顺利 Let me give you the example of 14 NGOs who allied themselves together into a network calling itself Hamburg for better integration Very smart name They were neighbors of relatively upper class wealthy areas Who could of course afford lawyers, which is their right, it's fine So when they hear that, when they heard that, these people they said naim Naim? No, naim? No way So they sued, okay So we had court cases for about a year, one and a half year everywhe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told us we are not against refugees Attention, we do not, but we do not want 5,000, 3,000, 2,500 near us Maximum 300 We should spread the refugees all over the city And that's better for them 市政府最后不得不向强大的选票压力低头妥协 接受小型难民营和公共住宅的建议 同时寻求与都市规划研究机构合作 启动为难民找地方Finding Places的市民参与计划 最后总算圆满了难民安置问题 来自叙利亚42岁的Muta Angela是计划受益者之一 2015年她独自抵达德国 被迫在难民营生活两年 靠着浓烈的思念和围缽的津贴度日 尽管Muta在中东地区已经是资深从业人员 有关单位仍然鼓励她参与围棋半年的专门训练课程 协助丰富她的履历 后来顺利进入了网络媒体担任兼职记者 报道少数族群在汉堡的动态 期间她好不容易盼到了一家五口团聚 一起入住了汉堡市西区新洛城的公共住宅 在这一刻我们的状态是完美的 在2010年 到2011年 每个地方在我家里都有美好的记忆 但是战争让我们制作这一步 他们的落叫处是规划为 本地人和移民稳居的社区 规模300人左右 在当地人的鼓励下 一家人的生活逐渐恢复安稳 我们必须为他们的利益 因为他们帮助我们 他们为我们的保护 为什么我们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坐在这里和喊 不停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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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停地离开 不停地离开 但是 我们不停地离开 不停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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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我们不停地离开 协助无数新移民在异地重生 自己拥有德国和黎巴嫩 双重协同的Hemden先生说 尽管当初将难民化整为零 分散安置的提案 确实让市政府被迫因此多花了很多钱 但事后想来 这样的处理确实比较细致 让族群之间得以更快更好的融合 降低不必要的社会冲突 犹如汉堡一直是个开放的港口 市民们展现出宽阔的胸襟 展现爱与包容 最后也让移民的多元背景 进一步装点了市容 增添了城市的动能和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